他是连历史都承认的偏爱 他走后也同样带走了帝王的心 黄太极与海澜珠的爱情究竟有多感人 刚刚失去儿子的海澜珠 如今又不得不送西岸的男人上战场 黄太极走后 那富丽堂皇的官居公也变得冰冷无比 狮子之痛加上对爱子的思念 海澜珠终究还是病倒了 迷流之际 海澜珠唯一的想法就是见解黄太极 此时的黄太极正在和明军决战 接到海澜珠病重的消息后 黄太极赶忙向部下交接军物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时 便策马回京了 连续赶路六个日夜 黄太极一分都不愿耽搁 只怕慢了一步就见不到海澜珠了 可是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 黄太极刚刚到皇宫内门 就听到了海澜珠去世的消息 等到他赶到海澜珠身边时 看到的只有海澜珠的灵鹫 这位清朝第一宠妃仅存在了七年 并消失在了青史的长河中 黄太极嚎啕大哭 久久不愿离去 甚至因为过于伤心 几次都哭晕了过去 为了给海澜珠最后的体面 黄太极给他举办了最隆重的葬礼